迄今为止,这是国内考古很罕见的发现,连棺木外层封土的制作都如此精致,可见这对夫妇不仅仅是家中富有,而且还是有一定社会地位之人。 这样的身份地位,却没有一般人都有的墓碑,墓中也没有陪葬品,所有的线索都表明他们这样做是刻意为之。 他们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,又为什么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呢? 就是说现在没有留下任何标记啊,在地面上,可能还是这个人比较神秘一些。 这个人是不是本身生前就具有一定的神秘感在里面,所以他死后不便于把他生事再留给后人知道。 或者有特殊的难言之隐,不能说出来,就有点像当年草原上的一些游牧民族,那埋进去之后,马踏平了,在上面种上庄卷。 那我们当时就把这个,为什么他没有墓碑标志,那我们当时就是推断了他说,应该是当年他采取了伸葬法。 那所谓的伸葬法呢,也就是我们壮族那边的一种那个民间那个民俗的一个种说法。 所谓的伸葬法呢,就是把那个棺材埋在地下了以后,地面上不留有任何的墓碑标志。 他的意思是说,不再让给后人知道了,知道这个事了。 如果是地面上,它垒住有那个那个坟堆的,并且立有那个碑文的,墓碑的,那叫做明障。 不垒是那个那个那个墓堆的,叫做暗障。 那暗障,那我们就说,其实就是一种伸葬法。 刻意不留下任何与自己身份相关的信息线索。 当棺木深埋于地下的那一刻起,带走自己所有的身前生后事。 在我国的一些地区,流传着这样一种伸葬法。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成吉思汗的林。 成吉思汗死后,千军万马受命驰骋过他的棺木埋葬之地, 然后再在上面种上青草。 待到青草长出,放眼望去全是茫茫草原。 从此再也没有人可以找到他的墓葬所在。 即使到今天,成吉思汗的林墓到底在哪里依然是未解之密。 那么,这对明代夫妻为何要选择这样一种特殊的葬葬方式? 他们又有怎样的秘密不可告知世人? 看来,只有开关才能够探知更多的东西了。 可是,超过十吨重的巨棺, 怎样才能在不破坏内关的情况下把它打开呢? 总重超过十吨的两口巨棺, 国内考古罕见发现, 是什么人留下了如此巨大的奔墓, 他们又在地下埋藏了多少年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